我这个就没想说深说 没有 照完照不起来 你不要评价我 决定的不是说文明不文明 我向你们保证 你们永远说服不了对方 我说的都是真话 计划是因为从理论上是对的 这些都是非人性的状况 我对整个人类都不看好 因为制裁老百姓有恐惧之心 所以不敢反叛 不敢说真话 独播独立谁就说了算 乐观和幼稚 没有人想生活在野蛮时代的 批评是更难的 我们所有在海外的华人 都是爱我们这个祖国 希望我们所有的华人越来越好 欢迎大家回来 上一集咱们聊了自由和民主 网友的反应非常非常的强烈 今天咱们继续的话题 聊一聊人权和法治 咱们其实主要是在加拿大 记录移民和生活的这样一个频道 有时候也会聊一聊相对敏感的话题 如果大家喜欢类似的频道 别忘了订阅我们 上一集张先生总是先聊 这次我让老卡先说 好不好 老卡你认为在中国 咱们同胞有没有人权 因为中国历史长 或者是有很贫富 差距巨大 会有一些地方 就是人权管理的不好 就是出现一些什么铁链女 什么的 但是就是一案面 我还是说哪都有 哪里都有 就是在美国也有给你关了几十年 就是性奴那种 或者是美丽岛 咱就这是不提了 估计它可能是比较禁忌 这个 我说的意思是 第一人权是什么 我认为是生存权 我认为是至高无上的 下次你能活下来 才再讲别的权 如果你的活有问题 这我觉得首先是对人权最大的践踏 这点我就是挺反对美国 美国 美国境内是还算 咱不说持枪 那个还算挺好 但是就是二战以后 造成的七里子弹 加破人亡或者死亡 就是生命权受威胁的 主要来源是在哪 我个人认为 按人数来说 肯定是美国所云体的 而且这个完全是 因为它的利益驱使 我觉得 老卡的大致观点就是 生命权 人权都差不多 哪个国家都差不多 你聊一聊 中国有没有人权 肯定是有 咱们说我完全没有 老卡就没有这个 就不现实 但是比希望差 你的意思是 我这么 他的观点我基本上同意 就是 这回同意了 终于你们俩有观点 生存其实很重要 这个完全没 生存第一吧 完全没有第一 这个完全不能否认 但是人除了生存 他还有很多东西 比如 举一个例子吧 咱们不说这个太抽象了 我几个家庭里面 有父亲 儿子 兄弟 对吧 一大堆 这个儿子 他只有生存权 他没有发言权 你觉得合适吗 又回到了自由 自由民主了 发言权是人生来应该具有的权利 我又没有说真话的权利 我能不能 我说的都是真话 不是 我说这个家庭里面 我是 我只有生存权 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我知道 你现在扩大了一个大家庭 对对对 你把一个小家庭 这个家庭叫十个人 对 不是十四个人 对吧 这是一个人 他只有生存权 你觉得合适吗 不合适 不合适 这个 我说的是这样 就是你们一直说 就是咱们说呢 张先生说这是民主自由 咱就说 其实我 我最擅长的是 一小最大 这家庭 你是一个分子 谁都承认 但是你有多大的权利 这个公司 你是一个员工 你又有多大的权利 实际你说公司给我钱 你不给公司挣钱 我能给你要 我能给你 咱们还是回到人权这个问题吧 人权 我看这个有很多的评论说 人生来就应该有的权利 比如说你们刚才都认同的生存权 对吧 对 还有一个我看网上说 这个人生来就应该有生育权 就是我想生几个生育 对 这个你同意 我当然同意了 那你认为中国做的对不对 这个我 其实 比如计划生育这件事 我就一个孩子 我正好经历那个年代 说心里话 我没有什么抱怨 就看你自己了 就是 你没有抱怨是你的事 你认为计划生育这件事 这是违反自然规律的一个事 这必然会得到自然的惩罚 因为什么呢 就是满一出是50年代 就看到这个发展趋势 他就倡导计划生育 但是不用说一个孩 但是当时 其实人都是有一个 就是认知的界限 他就觉得人多力量大 或怎么样的 就大量的生 这个后果实际上 是我们最后都一人一个孩 一家一个孩 但是我觉得 你要是一男孩一女孩 天伦之乐 我当然相往了 但是作为这个后果来说 我可以说 我是不管是被动还主动的 我没什么态度 我承受了 而且未来我觉得 就是中国来说 也必然会承受 他当年的痛和未来的痛都会承受的 当年是人权的阵痛或者是伤害 未来是国家的伤害 其实我觉得 生育权你觉得老卡 是不是人类生来就应该具有基本权力 这是基本权力 这个是同意的 这是同意的 我肯定同意 我肯定同意 你觉得计划生育这件事做的怎么样 计划生育从理论上是对的 理论上是对的 就是刚才我说的马云初 对理论是没有问题 但他在执行过程中 他用强制的说话 他可以在执法中温和一点 更亲密的 中国是抓 就是我为了KPI 不细一切说论 就这种你都不能用独裁来形容 他就这种野蛮的一种执法 所以很多东西就 你明明政策理论上是正确的东西 到了执行层面变得一塌糊涂 这就是独裁的可怕 就是他可怕不是说 你这个理论错了 那还好吧 那我们去防止这个理论错 这理论是对的 理论是对的 但是在执法过程中 那你告诉我 你这怎么纠正 所以你又回到刚刚那个问题 你这个民众 他没有说话的权利 他没有反抗的权利 又回到了言论自己 其实这个事 咱俩的意见基本是相同的 我觉得这个是 你俩越聊越相同 没有 也不是 这某点肯定有 这个就是求总统一 我俩没有本质的冲突 只是他的思路呢 我其实现在也摸清楚 他是有小极大 但是我觉得这里面有很多细小的差别 这种差别就导致我们对待国家 对待家庭 对待公司 他是完全不一样的态度 你觉得人除了这个生存钱和生育权以外 迁徙权是不是人生的 那是必须的 中国在春秋战果时间是自由的 中国在春秋战果 就是从90年我知道的 是没人拦着你移民的 不是就是迁徙啊 比如说我是内蒙古人 我去北京上学工作行不行 现在是完全可以的 我认得很多人就是比如说我家乡的 因为东北发展不好 去深圳去上海去什么的 有户口没户口的都有啊 就是长期 没户口也可以去 最长期的 孩子上学和当地人一样 不一样 你没有户口就是会受制走嘛 但是但是不管怎么制走 他去了肯定是为了挣钱 或者有一定钱财 或者解决这些问题嘛 这中国的户口是为了户口 户口问题是过去为了 就是计划经济是一个统一管理 但实际现在 其实户口制度已经完全不适合 现在的中国的情况 但是也没有什么好的办法管 就是现在暂时就是扔这 你来发言 你觉得户口或者说这个东西 是不是对迁徙起来的一种 我觉得中国现在自由度在提高 就是比以前强很多 他刚刚也说了 比以前强了 你现在就说 强很多 强很多 这是由于生产力进步推动的 但是中国有一个很大的问题 你们没有记得 那是平等 你迁徙来 你是外地的 没有平等 在加拿大有平等吗 在加拿大有相对的平等 我从卡尔加尼 一到艾曼顿 一到多伦多 我可以享受 当地居目一模一样的待遇 问你是加拿大PR或者是非子 这个没错吧 对 中国没有平等 他说 很少 中国很少有平等 相对加拿大 其实表面这个说法 我完全同意了 但是你忽略了一个现实状况 中国多少人 加拿大多少人 美国多少人 或者是一个经济结构 你的意思 人太多了 就没有那么好的平等了 不是 这就是一个管理难度的巨大增加 我相信谁都想处理这个问题 或者是马上把中国放开 但是结果会怎么样 其实我个人认为 我还是挺善于站在各个角度去看问题 这个问题 如果比如说咱一下放开了 会不会造成一个灾难性的一个现象发生 你就是你作为一个稍微想一想的管理者 我觉得起码是得和平平稳过渡这些 慢慢放开或怎么样 我听懂 也可以慢慢放开 但是你不一定说放开了就是好事 一旦有啥坏事发生 你能保证吗 这就回答你刚刚那个问题 人权 不是你不能说为了保护人权 而造成更多的人为灾难吗 我们换一个 不能矫枉过正 我们换一个说法是 因为农民是中国最大的群体嘛 你不能牺牲大多数人的利益 来维护少数人的利益 我怎么牺牲农民的利益了 跟我们说一说 农民有什么 农民现在养老金有多少 一个月几百块钱 有的可能几百多 几百人干啥 肉都吃不起 城市里体会不大 哎呀我有的是钱 我有这个房子 北京人更体会不大了 我举个例子 印度也十多亿了 比中国多了 全国人数比中国多 超过14亿 自由迁徙 可以啊 印度乱不乱啊 但是印度也没有说是 也没有说 你看中国到了什么程度 那个公园里的躺椅上 定那个铁钉子 就不让那个流浪汉 这个躺椅上睡觉 这些都是非人性的做法 咱们这也定 这个我说句公道话 咱们这都一样 该我说一下 我其实讲个小故事 就是我相信我大学老师 他说一个问题 我一直印象的很突出 就是提出问题都很容易 但是你提出这个问题 首先你得有解决方案 这是最好的 这我觉得都是你提出问题 一个最基本的出发点 很简单 你怎么能提高 反正他有除了生存权 基本的权力 就是你说生育权 迁徙权 咱们还是回到主题上来 就是说 你们俩刚才也都提到 这个平等这个问题 很多这个网上有争议 也是说 这个最大的问题 是中国没有平等 这是网上的争议 咱们把这抛出来 咱先不说对错 比如说 中国有高干病房 只有高干才能去 我们普通人去不了 这个你觉得是事实吗 是是是 这我就说 我就说国家不是你的 国家是不是我的 你同意吗 这个算是平等吗 不平等 所以说 我就是说国家 加拿大有没有高干病房 那就是有钱就行了 高干是什么人 高干 高干是不是公务员 公务员或者是 就是当年我认为的高干 就是当官的 老红军 老八路 就是当官的 九死一生的 你知道吗 是咱们纳税的钱 人钱养着的 当然了 当然了 那加拿大的这些 纳税人 以前养着的这些当官 他为什么没有高干病房 就是中国呢 是直接是 他们是打天下 或者是曾经管理的 是就是给他们 他们就该找有 也不是说该找有 就算是他们是 靠他们的九死一生 就是死了无数人的积淀 他们是最大的得力者 变成 国外呢也一样 国外 你还拥护这种想法吗 我不拥护 不拥护 起码是我 就是高干不应该有病房 和他普通人应该一样 不 应该有 应该花钱 或者按等级 我觉得中国有点 就是太多了 我觉得你要说美国总统 什么有 还有你就是下来了之后 还有保护 还有工资也很高什么的 这不是正常吗 就是这个东西实际是一样的 但是就是到底花多少钱 很不一样 你知道不 但是中国这个方面 根基就是你也认为高干病房不平等 这个事不是个平等的事 是吧 呃 我认为是不平等的 但是呢 他有一定的思想惯性的 就是我觉得 呃 因为我的祖辈吧 老百姓就该跟高干不一样 不不不不 嗯 他们那个时代就是不管是参加国民党 还是共产党啊 都是九死一生的 就该找有高干病房 不是 就是 你想表达什么 我想表达就是量 他这个量变是有无数人的牺牲 给他就是他能活下来 实际也算是一个奇迹或者是 这和高干病房有关系 有关系 他就是高干嘛 嗯 所以就是天下 天下是人家打下来的 你知道不 我明白你这观点 嗯 天下是人家打下来的 人家享受点高干病房怎么了 是这个意思吧 哎 对 差不多吧 你可以直白的理解这样的 差不多 我不认为他是好 但是呢 我认为他是reasonable的 reasonable 他在承认这件事的合理性 这个中文有时候表达不出来 就是合理性 但是高干病房 老卡认为在中国是reasonable的 这个观众不要说我们转英文 有时候一名就有时候说不出这合适的词 你认为高干病房合理不合理 reasonable不是reasonable 不合理不合法 为什么呢 听老卡的描述是不是 人家江山是人家打出来的 对 人家住个高干病房怎么了 对 江山是打下来的 江山还是人民的 江山还是人民的 首先前提是这个 所以他跟我的一个前提就 咱俩就没办法 对大前提不同 所有的咱们的争论的论点在这里 我们从社会进步的角度来说 从理论的角度来说 国家是不是应该是人民的 这个概念很重要 事实是 你说的都对 事实就是 现在国家被既得利益把控 但是我们应不应该把这个社会 从这种不好的状态 然后变成 咱们讨论的是啥 张先生 咱们现在讨论的问题是啥 咱们讨论的问题 你们老说我老往旁边 咱们这个事实话就结束不了 是不是 不要老往大方向 不过再给他解释 你不用给他解释 你来的目的不是说服老卡 老卡来的目的也不是说服你 你那俩来的目的是 各自表达各自的观点 我向你们保证 你们永远说服不了对方 我抛出来的问题是 张先生 高干病房是不是不平等的一个表现 你同意不同意高干病房 应该存在 肯定不应该存在 为什么在加拿大没有高干病房 平等是民主国 是社会进步文明的一个重要标志 是文明的一个标志 就绝对的平等是没有的 对对 但是这么明目张胆的 不公平不平等 这是野蛮行为 这是一种野蛮行为 即使是像老卡说的 人家打在江山 对 也不应该去享受高干病房 你可以有一点点差别 没有 没事 但是 没差别的 有一点点 但是这个差别 差别的这个程度有多高 人与人之间不是觉得平等 但是这个差别应该有多大 一边老百姓 每个月的养老金不超三百块 一边你每个月住的 几万块钱就是医疗费 你告诉我 这叫平等吗 你比如说在加拿大 咱们卡尔加里的市长 和阿尔伯特省长 他有没有高干病房 没有 为啥呢 就文明的标志 就尽量平等 尽可能的平等 七亿农民连发言权都没有 你一个听他们说 是发生的什么都没有 你这个国家 是不扯淡的 这个原则是我同意的 但是其实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就是你这儿是市长退休 没有 但是市长是不是有退休金 比你正常退休金高一截 这不就是 其实是 就是换糖不换药吗 这个明细化 规范化 我觉得这是很应该的事情 明细人家都有 就是咱还是 问题谁定的这个明细 我觉得问题在这里 谁定都不想自己的政权 或者是统治地位会动摇 对啊 那就是这样吧 那你带来的一个结果就是 权力永远偏向于权力 权力不会偏向于弱者 我们把这个概念告诉你 对吧 这个没问题 所以 当权力掌控在独裁 在手里的时候 它就意味着 民众 他得到的好处会越来越少 农民的日子会越来越难过 不要以为是农民完了 农民完了 现在是城地人 城地人也好不到哪里去 这逻辑没有问题 但是我说的是 就是你任何这个制度 如果 比方说 就是农村的老百姓完了 他会怎么样 他不会这么 你会 怎么 历朝历代都有啊 没有 我这个就没想说 没有 照不起来 当你必然的事 不必然 这个是 没法就是 先听他表达 好 老卡这个意思就是 他都可以推翻 可见农村的农民还没有那么差 如果更差的话 农民早就起义了 可以这样理解 可以这么理解 如果你这个就是 这个生产关系 跟这个生产力完全不搭配的话 这个生产关系一定会被推翻 你觉得农民听起来 是不是 完全不可能 如果人太差的话 那七亿农民都不干 完全不可能 为什么不可能 因为以前造反很简单 我拿出头就可以造反了 出头就是兵器嘛 你拿什么造反 我告诉你 人家有火箭 有导弹 有核弹 你拿什么造反 几千个人可以打你几百万 没有问题的 你怎么造反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他反抗情绪表达 或者社会出现问题 他不一定是用造反来提前指标 还有一个很重要指标 你们都忘了 生育率 生育率在下降 中国人是干嘛 最喜欢生育的民族 我们为什么强烈地反对计划生育 中国人把生育看得比啥都重要 因为中国人讲究的第一个条 叫做传宗接代嘛 这么一个民族生育率下降 你们这意味着什么嘛 这国家 他不到那个程度 他已经无法接受了 他又造反不了 他死能干嘛 他没有退入了呀 所以你们还能为中国乐 拉喊为中国乐观 我实在看不出 有任何一个乐观的 就是理由或者表现的 中国已经很明显的出现严重的问题 你们看不见 我记得我跟东南说过 我对整个人类都不看好 就是我觉得 这个人性造成的这种贪婪 掠夺 必然自己毁灭自己 这是一个世界问题 不是中国的问题 我觉得 老卡的观点就是不管你是什么观点 我认老卡认为都半斤八两 都差不多 他这个点其实很深 就是能够看到人类贪婪性这个根 其实这个人不多 但是我们 忠于你 没有 很多人看不到 很多只看到社会的好 很多人看不到这一点 但他这个理论里面有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是人类 我们是这样想的 我们人类在进化 进化的目的就是说 即便我们前面是悬崖 艰难先出 我们想尽办法去改进 这是人类活着的希望 我完全同意你说都很对 你说都是现实 都是很根上的东西 但是我的观点就是 我们已经到了这个地步 我们要不要拼死一搏 我们要不要反省 哪怕我们只是一根草 我们一百根草 发出一点点声音 有没有可能去撼动更多的草 张先生那个意思就是 确实是如你所说 都差不多 但是咱们作为人类 有没有这点良知要发生 这个其实首先我说两点 我跟他完全不太同的 第一他说人 就是个体的活的意义 我认为我 就作为我来说 老卡我活的意义 我对社会来说没有意义 我只是一个labor 我对我的家人 对我自己才有意义 多一个老卡少一个拉 对其他人没什么 对社会什么的 再一个 对咱频道还是挺有用的 谢谢 还有一个就是他说 人类是进步的 科技进步 这是必须承认的 有进步的方面 科技 但是人类的整个的人文进步 我并不认为人类 不管是从文化和整个的人文来说进步 因为我觉得原子弹并不比砍头乱舵 高级多少 都是很残酷的 就是人类 包括2000年的亚里斯多德 那个老子 那个孔子 你说他们的就是文明比咱们差吗 两宋时代中国那么就璀璨的 就是我反正是特别推崇他们当时的就是那种审美 或者那种 包括社会整个的一个结构什么的 但是在蒙古人的野蛮摧残下 他们不知一提很容易 就是我觉得文明在野蛮面前根本是无力的 就是修材遇到兵的 而且人类我觉得我就到目前为止 我没觉得他真正的文明发展了 这是两点这个我基本都否认的 我不知道你第一他说个人干好自己的事 但是我想做另外一点 人是社会的一部分 社会不好 个人活得不会太好 所以人如果说脱离了社会 去想个人发展 或者想生存 那都是意想天开 你在文革 你在49年那个大场面 你说我想置身事外 不可能的 所以人如果不能关注社会 不能去推动社会 那你换来的一个结果 你只为自己 很有可能你就自取死亡 这是我个人观点 还有一个咱们讨论的自由 讨论的民主 讨论的人权 还有一个比较大话题 法治 还是让老卡先生 你说 老卡你认为中国是不是相对来说 有法治的国家 我认为中国是人治和法治 就是并存的一个国家 如果你说我制造一个法律 面面全包 这个我觉得即使第一也不可能 而且这个我觉得也是很难达到的 因为总有法律的空隙 其实事实也是这样 只能说不断的完善 但是你这个完善 你想全面的遮盖 或者全面解决问题 我个人认为是不可能的 你聊一聊 你觉得中国是不是相对来说 有法治的国家 中国的法治 你像从上阳开始 从秦始皇开始 它是从上面推行 法律是用来 限制老百姓的 对抗老百姓的 怕你造反 怕你胡说八道 它一系列的东西 都是为了限制你的自由 它是这个基础 西方是陪损团制度 中国没有 什么叫陪损团 十二个人说了 你有没有罪 我说了算 这十二个人说了算 这十个人是谁啊 普通老百姓 这是民法 这是西方立法的根本 所以从法律的概念 什么叫法治 西方叫法治 中国叫法律制裁的治 西方是法律治理的治 你认为中国 是不是相对来说 法治的社会 中国不是用法律 来治理这个国家 中国是用人啊 人治社会 哎中国是人 咱们举两个例子来 修线嘛 加拿大没修过宪法 修过你有程序 你一定要有 这个程序是个很复杂 二八大省能不能独立 可以 但是它有一个程序 不如你 你一个人想独立 你两个人想独立 不行的 但是有很多人 如果说我都认为 二八大讲可以独立 它是可以成立的 这是理论上是可以成立的 中国不可能 假如说西藏人民百分之九十 过了百分之八十 或者百分之六十 我们不想过这种生活 不想跟你们 汉主人过一块生活 我们想过我们自己的生活 可不可以 这是法律应该思考的问题 有没有 没有 根本都没有 不允许 机会都没有 所以中国没有法律治理 它根本就没有这种东西 它有法律制裁 因为制裁老百姓有恐惧之心 所以不敢反抗 不敢说真话 不敢造反 讨论法治 张先生把这个话题 引到了独立的事上 既然他引过来 咱们就聊几句 如果像他所说的 比如说西藏人民也好 台湾人民也好 百分之九十都说 我不想跟你中华人民共和国 有关系 我想独立 你觉得行不行 比如说 就是现在香港来说 对你什么 你说我同意 香港是中国的 我肯定站在同意 钓鱼岛台湾什么的 但你说真正的本质上 对我们有什么影响吗 我们该去好像还得办证 就不应该讨论这个话题 不该讨论 我的意思是 就是台湾 其实当时的GDP 比大陆都多什么的 亚洲四小龙的 经济决定能在地位 如果他极其强盛 你拿他没办法 愿意咋地咋地 你知道不 那现在来说 你台湾不管是独立 不独立 你有这个能力 你可以独立 你没有这个能力 你知道不 或者是你承受不了这个痛 这个 这会 我个人 可以趋向一向 自然法则似的 就像 俄罗斯打 乌克兰 你说有理由 没理由 不管你怎么说吧 他打了 中文一样 还是回到刚才那个问题 你觉得如果西藏人 台湾人 公投我 所有人都 绝大多数人都觉得 我应该独立于 中华人民共和国 你觉得 你支持不支持 我当然不支持 不支持 这个问题 世界上都存在 法国也存在 西班牙也存在 加拿大甚至都存在 对啊 都存在 你知道不 你不管谁公爵 最终的决定的是 是这个国家的实力和power 比方说奎北克那头 现在确实富的流油 什么的人 完全独立啥的 这人真叫我 我觉得这也没 没制 就是西班牙的 那个巴塞罗那 什么的 但是这个实际 作为任何一个国家 都是不能容忍的 咱这么说吧 人家民国 以讲总的一个 人家当年 是不是代表中国 而且人家 是不是也想 那个光复大陆的 最终 他独不独视 他的实力 或者是地缘政治决定的 不是说 就是我们老百姓 一项决定的 老卡的观点就是 独立不独立 不是法律说了算 也不是人民说了算 那你得是实力说了算 对不对 你得是power说了算 你同意这个观点 我不同意 独立不独立 不是实力的问题 是价值观的问题 我跟老卡的观点 发生冲突 我俩是独立的 不是因为 我的实力比你的强 或者你的实力比我的强 是因为我们的价值观 和逻辑点 有不同的地方 这个没问题吧 那台湾要不要独立 是价值观的问题 他的价值认同你 他为什么不 他为什么不跟你在一块 他不傻吗 但他价值观跟你是相悖的 你叫他怎么接受 这是第一个 第二 独不独立 谁说了算 当地人说了算 还是中央人说了算 阿尔巴特 假如说想要独立 可不可以 可以的 可以的 最明显 可以 他有这个程序 那我们中国假如说 抛开武力不谈 从文明的角度 一个国家 云不允许 他的某一个地区独立 文明的角度 这是有答案的 你可以不认为 我只能说你是过于 乐观和幼稚 最终 决定的不是说文明不文明 我从来都是否定文明 文明在野蛮面前 一钱不支 非常脆弱 好 我反驳他刚才一句话 第一个 文明经常被野蛮打败 这是第一个 但是文明一定长期战争野蛮 元朝打败了中原 但是打败又怎样 元朝又最好说中文了 清朝打败了中国 清朝人全部说汉话 我再说的不好听一点 再说的刺骨一点 共产党为什么打败国民党 这就是野蛮战胜文明 但是文明迟早会战胜野蛮 因为什么 人心所向 没有人想生活在野蛮时代的 文明是一个社会 不是你说的毫无价值 不是的 它是一个社会最终极方向 还有一个 国家这个概念 其实现在随着文明的发展 越来越淡化 欧洲就很早有国家概念 我今天在法国 明天在比利时 我随便一天往来参数好几个国家 我可以不爱法国 爱比利时 我随便想爱哪个国家 爱哪个国家 随着文明的发展 国家的观念会越来越淡薄 我同意 经济越发展 经济越发展 国家的观念越淡薄 但是经济越落后 越封闭 国家的观念越强 国家观念越强 反过来经济越落后 因为它抵抗了 抵抗外来的 抵抗新鲜的 抵抗文明 它就是被封了 你看它说的有道理 但是现在咱们可以办 不管是哪个国家 中国或者美国 都是像民粹发展 包括特朗普 其实跟他说的 我觉得正好是 就印证他的说话 现在不是像他说那方 而是各个国家 都向民粹发展 这实际是我对人类悲哀的 一个最表象的体现 算是 是不是做得挺好的 今天咱们聊了四个大话题 人权 自由 民主和法治 对吧 相信观众朋友 还是意犹为尽 我们都感觉意犹为尽 下次咱们找个长的时间 咱们再聊 最后一个问题 你明显是批评政府比较多 是吧 老卡呢 就是维护稍微多了一点 就去中庸比较多 这两点都差不多 对 你们两方认为 谁属于是更爱国的一方 我觉得都挺爱国的 但是我觉得是这样 我们都是为了这国家 其实我们没有这个能力 但是我们都是为国分游 起码是 我承认我自己是非常渺小的 也非常就是脊弱无力 但是呢 我是真心的希望 我包括所有的 你讲话的他一样 我们都希望我们的民族 我们的国家 而且我这个国家 不是指政府 我觉得我单纯的 是我故乡 故乡的国就是我的国家 就是我的祖国 跟我入籍不入籍都没有关系 我都强调一下 是因为你这个移民话题 老说你走了 你不爱国什么的 跟那没有关系 实际是 你跟哪生活 是你的天息自由 而且是你靠你能力吃饭 老卡这个观点 和很多小粉红不一样 小粉红就受不了批评 你一说中国政府不好 或者中国不好 他就说你不爱国 但是老卡就觉得 你也是爱国的 他的这个认知 就已经超出绝大 超出了 最后咱们达成了 小粉红那个就完全没有意思 最后咱们达成了共识 朋友们 就是即使不管是维护的也好 中中的也好 还是批判的也好 我们所有在海外的华人 都是爱我们这个祖国 希望我们所有的华人 越来越好 我觉得爱国 它是一个很基本的情绪 就是我爱这边土地 生我养我的土地 爱我的父母 就这么简单 但是不要把这个情绪呢 无限放大 因为第一个 国家这个概念 它会变的 中国的国家 已经变了很多了 从春秋战国 好几个国家到一个国家 国家不等于朝政府 国家不等于政党 国家不等于一个朝代 都是会变的 但是国家是永远存在的 但是你爱国 就是我发自类型的 爱这个土地 爱这个人民 这就叫爱国 所以没有说谁更爱 它就是一个本能的 但是我认为一点 批评是更爱 歌颂永远不是爱 所以最爱国的 实际上是鲁迅 我同意 他一直都在听了 今天把老卡和张先生 召集知道的最主要的原因 就是咱们看看 聊一聊 能不能聊出个一二三 对于咱们华人来好 对于咱们这个祖国来也好 有一个更好的向前的发展 因为我们所有在海外的华人 都是特别爱我们的祖国 都是以身为一个华人 而感到骄傲的 好不好 今天咱们就这样 我相信网友有很多的话题 很多的这个东西 想在下面聊 我们只是银子 你们随便在下面留言 然后如果大家喜欢老卡 喜欢张先生 我们下次再跟大家聊 好不好 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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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遥未尽 一遥未尽 谢谢 姐姐先这样 好不好 你俩聊得很好 我得赶紧走了 不好意思 谢谢两位 我得赶紧走了 咱们再枪枪三人行 妈一起玩的 真的行 好 我走了 张先生好 你好慢动慢动